看上去特别可爱 特别像小孩子 但是他其实内心里 对待工作 对待身边的人 都特别的体贴 而且特别的专业 Justin现在 在我心里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了 对Justin的初印象 他本就不像是一个16岁的伙伴 那时候感觉也有一个17、18岁 那知道他16岁之后 也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小朋友 他很成熟 在团队里面也担任了一个很好的忙碍的位置 我跟大家出印象 可能跟绝对队 也要跟大家出印象不太一样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还是有那种小孩子的模样 然后结果心在一下里面 将头发梳穿大人摸 把头发梳穿大人摸 然后每天穿很帅 我一点都不像以前那个小孩子的感觉 他比较早熟 我其实现在我刚才得知 因为他是要玩17岁 小贾你太冲动了 小贾你太急了 要不要出印象就是 当时在练习神马 因为我们那是一个公司 然后他我打开宿舍门的那一扇 突然有个小哈 戴着眼睛 然后一个小卷毛 然后突然对我 哇这这么出来 他就对我流行 这是猫吗 对啊 哇 那个下午 现在 就长得很糟糕了 出印象就觉得 Justin非常帅 非常有自己的风格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 节目里面第一次平级的时候 他是觉得Justin 舞台表现能力非常强 然后很帅 很有活力 后面呢觉得 Justin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 他更成熟 对工作很有热情 很有耐心 很值得学习的是 他身上很多优点不浮躁 我觉得他这个年龄的孩子 都应该是特别爱玩 或者什么 但是他对工作 和对生活是特别分开的 听眼睛叫做什么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 挺清秀的 因为小男生 感觉可爱 舞台商贴的发型 还是帅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年纪很小 然后又长得很可爱的小男生 他长大了 速度还蛮快的 速度还蛮可爱的 Justin曾经是爱撒娇的 但是现在呢 也是爱撒娇的 还是比较可爱 比较爱撒娇 Justin他蛮会撒娇的 对 然后他也很乖 他很皮 我在队里是能是最皮的 他也就是二皮 吵不过别人 或者闹不过别人 就开始撒娇 就比如说有第三个人出现的话 他就啊 你看了 你犯人都欺负 我就这样 演戏 非常乖 他那种乖 不是说你让他做什么事情 他就很乖啊 我们不会要求Justin做什么事情 就是Justin 他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 那种乖 觉得很舒服 我记得有一次 他让我去陪他干嘛的时候 然后我说 哎呀 下次吧 然后他就死了脚 他就哎呀 去嘛 哎呀 是 是 就看 好 是 是 是 很乖 这个比较乖 输到以后比较少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放弃浩哥吧 我觉得还是放弃浩哥吧 还是当小忙泥吧 好吧 很乖 很逗 对 小孩子都觉得自己比较少的书吗 舞台上面是小浩哥是吧 舞台上不是小浩哥是吧 我觉得有一天他一定会独当一面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脚踏实地 未来非常厉害的一个种子弟弟 所以我觉得有一天他一定会成为好哥 我觉得一般年纪小的人都喜欢你成为自己大一点 然后年纪大的人都喜欢你成为自己的小一点 JUSTIN的怪招 我就喜欢看JUSTIN 他的那个怒吼式唱歌 我觉得他唱歌还蛮有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很帅 心里姐姐吗 有意思的是就是他台球蛮有一个 也有一个好顺心在吧 对所以会跟我打很多次 然后就会数很多次这样 其实说起肌定应该更多应该是 没有仪式感之一 没有生活品质 就喝学面就活得太水飘了 他反应很快 很多上节目私下很多梗 对反应非常快 你问他什么问题 马上回答你 而且回答很漂亮 JUSTIN很厉害 原厂王 气氛担当 我个人觉得JUSTIN是整个团里最会拍照 而且最有摄影的那种美感 就非常精准的一个计算 估计是有偷偷学过一些摄影方面的知识 我还没有 有拍过 但是我不喜欢让他给我拍 然后最近我也开辟了一些 就照相工作 我也经常给他们拍 就一开始他教我一点怎么拍怎么拍 然后现在就自己眼睛眼睛就已经出师了 就拍照就感觉拍得奇奇怪怪的就更好看一点 不要那么正常就感觉挺好看的 拍过 当艺人可惜了 JUSTIN 这句话吧就是能行他的技术 但是不可惜 因为他很帅 是吧 而且又有才 我觉得他是很有想法的 他不是说帮你找角度把你拍得很好看而已 他是会把整个画面拍得很有质感的 哦 我有 有想机也有 有 就是一定要有个手很大的 是是是 就是不让硬是梦 会心 会心 哇 Justin 厨艺当然尝过 我们在完美餐厅里面 大家互相都有尝过 互相做的菜 他对肉类的料理比较擅长一点 他做的肉其实都蛮好吃的 那天我发烧 然后JUSTIN给我做一桌菜 对 然后一个公司的工作人员来 然后结果 然后JUSTIN正好回家了 然后结果他们就商量了 然后就做了一个饭 但是我没劲儿就没吃多少 但是每个菜也都尝了 每个菜也就吃了好几口 就做了一碗好吃 可乐鸡翅吧 糖醋排骨 可乐鸡翅三包饭 三个我最爱 我吃过 我吃过 好棒 他做的肉 超赞 可乐鸡翅 对 可乐鸡翅 糖醋排骨 炒青菜 鸡翅 他还会烤那小猪 猪肉嫩五花肉的鸡 套 JUSTIN一定像苏可乐鸡翅 跳一跳一跳 就看那个小外套一脱就多半张 穿里面穿更新就 听不见 就还是就是那种 想露又不敢露的那种心 就暴露出来了 那种感觉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要抬头 要抬头抬头 要抬头抬头 gen generation 是 他唱不出来的声音 对 过胸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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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胸肌 要就是这样 对不起 我吃个膏了 Justin 你已经17岁了 你是大人了 虽然还有一岁你就成年了 还有一岁但是 努力一下 一年过得很快的 我知道你一直都特别期望自己赶紧成年 这样你就可以学车了 虽然我都还没有学车 虽然我都还没有学车 新的一年也长大了 虽然他一直也都挺成熟的 也希望新的一年他能够开开心心的 然后一直那么的热爱舞台吧 保持自己热爱舞台的这颗心 一直跟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不停的前进 不停的梦 Justin 17岁了对吗 希望我们以后 还有更多时间可以去打台球 对 你也知道我们是球友 我刚去公司的时候 他15岁 然后现在已经要17岁了 先祝我这个小兄弟 17岁生日快乐 希望他新的一年 能够继续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 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定要开心快乐 身体一定要好 然后希望 还是可以没事 就是开着枪 啾啾啾啾啾啾 然后打我们 就是煞呼呼呼的那种 虽然先祝你17岁生日快乐 我觉得你是更期待 18岁过生日 因为18岁以后就是大人了 就不一样 就跟你这种小孩子不太一样了 毕竟经历这么长时间也不容易 然后一直从 练习生到现在 加油吧 大家都加油 一起努力 加油老弟 来了老弟 我希望2019年 Justin 就不要常常 脸上在受伤 要好好保一下脸 你不要一直受伤了 你不要那么累了 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 开开心心的 在2019年 充斥他的事业 我们一定会在背后 跟我支持你的 加油 生日快乐 其实我就希望他2019年 可以过得越来越好 然后工作顺顺利利 然后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可以让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Justin 祝你17岁生日快乐 然后以后呢 不管是 遇到什么事情 哥哥们永远都会站在你后边 帮助你 然后希望你就大胆地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一定会越来越棒 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然后做你自己的音乐 希望有一天 可以真正成为独当里面的好哥 一定要勇往之前 不管遇到什么哥 就是说你都不要害怕 然后祝你都会一直在 然后你生日快乐 然后祝你 新的一岁越来越好 然后 达到好的成绩 祝你 变帅 2019年祝你生日快乐 17岁 让我身体一定要健康 Justin 我的小猫内 祝你生日快乐 摸摸头 祝Justin 17岁生日快乐 Justin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17岁生日快乐 川主 Justine 生日快乐 S 成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